在客家一曲老师的安排下 学员们分为男女两排来对唱 除了值得老师要求大家的歌声与唱位以外 担任水里乡客家协会理事长的议员陈淑慧也请自行来督导 我来水里科学总共教了18堂课 那学习的歌的部分有传统的也有流行歌曲 那传统的大概有15、16首 那再加上我们的流行歌曲有7、8首 加起来总共应该有20几首歌 那在这个班级大家学习的方面是非常的认真 拍嘎轻轻轻轻很认真的意思 学习的态度也很好 那他们本身的自己的那个 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都很棒 学员们都很期待认真排练 希望观众可以透过他们的演唱 欣赏到客家歌谣之美 总干事也希望明年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课程 今天我们很高兴 今天我们客家歌谣班的结业典礼 今天出来了 而且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女生会比较多 男生会比较少 可是我们班不错 男生出席率很高 也唱得很高兴 那18堂下来 他们都学得很快乐 很高兴 而且还蛮有使命感的说 我们客家的传统的歌谣 是要来发扬光大的 所以他们学得很快乐 那我希望我们下一期也能够申办 所以将客家协会理事长 现议员陈出伟相当感谢老师 以及所有学员们的付出 也希望未来可以争取到更多经费 来发扬客家文化 在我们社区里面上了18节的客家歌曲的一个课程 那今天是一个结业室 所以我是担任水里乡客家协会的理事长 我特别上来做一个成果的一个验收 我们这次的这个18节课的这个课程的补助 总共的行为是3万块 所以站在名义代表的这个角色呢 我建议我们南投县政府文化局 一定要极力地跟客委会再争取提升经费 水里乡客家协会从7月份开办的客家文化异曲教学课程 已经告一段落 协会也特别举办成果验收 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 来让更多人认识客家文化之美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